大家好,歡迎來到美股ECTrade節目 今天的口罩很透視,透視著維港的景色 但再這麼透視,想跟大家說些甚麼呢? 想給大家看兩隻股票 以及說一個簡股的道理 昨晚美股跌3,000點 我希望大家跟著之前的指示 整個股災避了 當你的道指可以單日下跌3,000點 而你避了的話 我有一個好消息給大家 已經肯定不是偶一 不是紅一 已經肯定不是紅市一期 紅市一期是不會跌得這麼過份 現在這個紅市和2008年 又或者之前的股災比較 有甚麼最大分別呢? 以往那些紅市的日期 即是剛剛見頂回落那一刻 走勢沒有那麼快 不會急得那麼緊 通常為甚麼呢? 因為大戶是要沽貨 大戶剛剛開始沽貨的時候 都沒有沽得清 他當然是想他一直沽貨 沽貨的時候 不想讓大家知道 即是大戶一直沽 一直沽 最好是甚麼呢? 他在沽貨 但大家不覺得我市好差 還覺得OK啊很漂亮啊 我只要調整而已 可以再上 所以他沽一下沽一下 沽得深的頭又會托返些 沽得深的頭又會托返些 好了 去到後來甚麼呢? 去到紅市可能意期了 即是說那些大戶沽貨 可能沽了七七八八了 那他就不怕你了 他就可以推散個市 推散個市 就由他的市大塌 這是過往紅市的一個 叫做小小的特徵 但是這次擺到明不一樣 這次是 如果你真的這麼厲害 我經常說如果你真的避得到 你這次避得到 還要忍手忍到今天都未買貨 你真的給自己掌聲 你不是這麼容易可以避到 和忍手到現在 這次這麼厲害的股災 這麼急的股災 這麼難被股災都可以避到 幸好我們很多朋友都知道 即是一早三個禮拜前 其實我那時候 剛剛叫大家走貨的時候 我都有一些 叫做哎呀死了 好不好意思 為什麼呢? 禮拜三個市還在見頂 講到二月幾的時候 禮拜三個市還在見頂 禮拜五就叫大家 喂 走一半貨 那時候 那時候那個道指還在 二萬九千點那些位 嘩 禮拜三買 禮拜五就走 但是當你真的走一半貨 再跌再走 其實我們在二萬七 二萬八樓上 都走光了 現在那個道指 咦 放下跌了 二萬七 其實當時都擔心 喂 這麼急的人走 會不會跟著走呢 幸好很多朋友跟著走 然後更加好的就是 我也都知道很多朋友 真的走完之後 沒有再心動動 衝快進去坐股票 變了就是 咦 他們避了股票 但是避了股票之後 下一步是什麼呢 下一步就是繼續 看著市場 看著什麼呢 看著就是有機會出現的時候 啊 行 我們在一個很好的位置 就是沒有輸錢 股災沒有輸錢 在一個非常好的位置 因為去年整個市場上升上來 大家都會擔心 就說 哎呀 美股股值很高 很高很貴很貴 還買不買好 接下來 就是整個週期 讓你由頭到尾玩一次 而當你整個心態 可以調節得好 方法學得對的時候 現在出現機會 就是沒有 但是接下來 怎樣的股災都會完結 當股災完結 股票可以搶回去的時候 而你真的懂得把握 整個牛市 玩一次 你的回報就好 但是這樣說 簡股今天想跟你講 一個簡股的 一個小小的要注意的 都不是小小 都很重要的 要注意的心得 看看圖 這隻是什麼股票 這隻很嚴重的股票 很嚴重的股票 它是S&P500指數裏面 其中一隻 跌得最慘 跌得最慘的股票 在過去一個月裏面 它的股價是跌了七成多 接近八成 剩下兩成多的股價 為什麼跌得這麼差 我告訴你 它的名字是什麼 它的名字是挪威 郵輪 做郵輪生意 大家知道什麼事 這隻股票 是做郵輪生意 武漢肺炎 正正在打擊這個行業 不止打擊 是殲滅這個行業 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 這個肯定 現在這一刻 你看到很差很差 總有一天會過去 你看到現在的風水輪流轉 為什麼呢 最初爆發疫情的國家 中國 當原來真的很多人 現在英國正在出招 就是說 等很多人真的去染病 沒有辦法救不了 很多人染病 好好的人 身體有抗體 當你的人口裏面 很多人有抗體的時候 你的病 就不會再這麼容易傳染出去 因為這隻病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沒有遇過 大家的身體沒有遇過 原來你對這隻病 最初是完全沒有任何抵抗力的 因為你都不知道那隻是病 是到它打呀打呀打呀 打到死了死了死了 打到你的病徵出來了 打到你的身體狀況開始變差了 我們身體的防疫系統 免疫系統才會打這隻毒 所以這麼嚴重 但是當你全的人口 很多人都染病的時候 你真的 你的病再傳出去 就不會這麼有效 不會這麼快 加上就是 最初內地都封手消息 大家都不知道這隻病出現 不知道要戴口罩 但是香港幸好 大家都不太相信政府 政府最粗暗不戴口罩 那些人照樣買口罩 照樣戴口罩 所以香港還叫做禁不下 但是這件事就是說 沒有的 如果你歐洲 現在這刻正正經歷著武漢 早幾個月 就是那些人說 其實去年年尾 武漢已經一次爆肺炎 不是說去到它公佈的時候 預期才爆的 一早已經爆了 現在歐洲正在經歷著武漢支持的事情 就是你看不到 就算了本屁 英國也本屁 這幾個月是很難捱的 但是當你最後一天都會過 過了的時候 就會開始 疫症就會開始散播減慢 這個一定會出現 但是這麼說 疫症緩和 有些公司會升得上 但是有些公司是永遠都不會升得上 你要選股票 你是選一些股價跌了下來 跌了很多的股票買 還是選一些沒有那麼受疫情影響的股票買 這個要想清楚 為什麼拿這隻股票給大家看呢 就是這隻股票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我當你疫情真的開始受控 甚至我當有疫苗 有疫苗 你真的可以 這隻病已經不是說有什麼大礙 但是你想一下 郵輪公司 它怎麼樣 它的前景如何 還買不買得過 它跌了八成 可能它有個反彈的 反彈之後怎樣 完 你問我覺得 沒有什麼未來的了 給大家看 一個問題是 這隻是Royal Caribbean Cruise 第二間郵輪公司 一樣 整個行業打散了 不是說疫情過去 它就可以升上來 這麼簡單的 輸就輸了 賺錢沒有就沒有了 那些人將來不會再去郵輪那裡玩 未必全部不去的 但起碼就是很大部分都不會再上郵輪玩的時候 那你這間公司 要是你有沒有本事轉型 徹底轉型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能有個小反彈 彈完 都沒有 沒有前路的了 你想一下這間公司 是S&P500指數成分股來的 曾經是做得相當不錯的 當然它不是說升得很厲害 但起碼就是說 都OK 橫行著 都橫行著 真真正正上升的周期是什麼呢 是其實上一個叫金融海嘯 2009年打號 去到2018年 是升得很漂亮的 郵輪這個生意 但原來這十多年的 叫做郵輪生意的一個 黃金發展時期 完了 而是可能永遠都完 好了 剛才不是說的 疫情怎麼過去的 市跌成這樣 單日跌3,000左右 每個人都沒有試過 這個是去到過去 如果你說擺這個程度的跌市 是去到過去 真的 2008年 9年 就是差不多去到 股災最尾的幾個月 才出現的情況 就是不是說 2008年 剛剛開始跌的樣子 是去到熊市二期的 中後段 出現的情況 那時候 2009年後來的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就是 全球一起救市 在那時候 回穩了少許之後 再一邊救 那便救回 那2009年 大家都知道 如果投資美股的話 直接是升到 去剛剛2020年後 升了11年 那如果你說香港的話 都會升到1112年 那你見到就是說 原來真的全球都加得到 那現在第一件事情 大家要知道就是什麼呢 你首先一定不要心急入市 不要心急入市 既然你避了股災 沒有輸到 不要再心急入市 你等一個信號 第一個信號 信號就是什麼呢 在環球股市 不用被人救 不用救市的情況之下 它要開始自己的期運 最近 大家都聽很多 上個星期開始 多很多 就是說什麼呢 叫大家 告訴大家 那些股票的股值已經很便宜了 可以分駐買了 我和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不要聽這些說話 寫話給你聽 可以分駐買的人 老實說 他們自己未必入市買 如果你想想 真的那些股票的股值 這麼好 這麼順利 而各個寫這個專欄的人 或者各個大行跟你說 真的那些股票很便宜 應該買 而他寫完之後 他自己又買的話 那些股票就不會跌成這樣 寫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看著市場怎麼走 港的那個人未必買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不是相信港的那個人說什麼 而是你看一幅圖 如果他講的那樣 他真的做的話 市場就應該已經可以站穩 這個就由他先講 站穩之後 如果你看到那些國際的政府 仍然繼續救市 就救得起了 但是今天我只是告訴大家 這一刻的情況剛剛相反 是連那些政府救市 市場繼續跌 所以你不要碰住 真的不要碰住 但是當你反過來 就開始救救救沒有用 沒有用之後 不再救住 但是反而市場站得穩 這個是第一個訊號 第一關而已 但是起碼你有第一關 你才好處去想怎麼入市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什麼 你選什麼股票 一定不是那些王家郵輪 王家加勒比開郵輪 完了 跌了七成幾八成就完了 老實講 薄反彈換反彈 一定不會反彈的 但是這些不是真的可以長線 讓你賺大展自負的一些股票 那些八成一定會反彈的 但是你想它生意不行 反而你選什麼呢 選一些在疫症之下 其實它都會跌 所有股票都會跌 但是跌完它很快站得穩 上回來的公司 而你知道這間公司 它不是說真的太受疫情的影響 當你在嚴冬之下 現在嚴冬 一定是嚴冬 一定是冬天 嚴冬其實有好處 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就是有很多公司 因為這個嚴冬 站不穩陣腳 然後被迫離開市場 但是仍然留在市場 最強的公司 就受惠於競爭減少 沒有那麼多人爭飯吃飯 它更加容易成功 這一刻大家給予耐性 也不需要太擔心 你說輸錢輸得很慘 當然老實講難格很多 但是你既然沒有輸到錢 避了這個股災 好了 避了之後 我們下一步就是 多給予耐性 留意這些機會 當然我們節目都會和大家講多機會 但是最重要就是 你真是心態搞得好 方法搞得好 還有你懂得怎麼選股票去坐 去到牛市一樣 你要有信心 有方法 有技術 你所有齊備的時候 接下來的牛市 由開始 一開始回升的時候 買當頭起 到時如果那個牛市 不需要好像上一個玩11年 來玩一個3年的牛市 其實你已經可以賺很多錢 總之就是留意著節目 我們會和大家分享多些美股資訊 今天到這裏 逢色儀式 同一時間再見 delle看 全面 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